哎呀 小姐 今天很累吧 还好啊 看你眼睛都熬红了 嗯 嗯 她们好在把这无比电影的细节都定起来了 那挺顺利的啊 对啊 讲什么的 主角是我们的顾客 她和她的女友啊是跨国恋 多年恋情终于修成正果 她们的定情信物啊 就是当时高会设计的戒指 这回也准备采用会心的戒指 她们的定情终于修成正果 异地恋 能最后走到一起 真的不容易啊 嗯 好了 你也快点去洗个热水澡 我帮你去热杯牛奶 有助睡眠 好的老婆大人 你也敷个面膜睡眠容觉吧 谁是你的老婆啊 眼睛都睁不开皮 哎呀 谢谢 这个戒指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果然是同意没 师父们走 一周内修好 郑师父 怎么多了这么多要修的手势啊 你不是喜欢吗 你不是满腔热情地 投入到我们这个没人要的地方吗 就是啊 你不是要做瑞华的标兵楷模吗 那你就得多干起活 你们都把我说糊涂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还想问发生什么了呢 刚才董事长找我 他说你们忽然为什么在公众号上打广告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一只金凤凰 一心想出名啊 就是 在公众号打广告想出名 你说的是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啊 你看 这是你造人做的吧 我们都以为你真心是来学手艺的 真搞了半天 你来试想出风头 凭真 凭真 姐姐 我知道错了 你们家预知已经把我好一顿熟络了 凭真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以后还是要注意点 我差一点就被老师父们误会了 好一顿解释呢 知道了 大公司太难混了 你看你 本来在镶嵌组 又被发配到定制组 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瑞华呀 我总要慢慢来 什么事都不是一上来就容易做的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 郑师父 啊 那个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你就别生气了 瞧你 道歉那么多遍了 我没那么小气 啊 再说了 你又不是成心的 当徒弟的再调皮 师父也能原谅 谢谢师父原谅 啊 啊 咱们走这边吧 你你你不走这边吗 你你 没有我想今天去买点花 放在办公室啊 你啊 下次还是不要来定制组接我了 差点就被郑师父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呗 我说我来工作的呀 再说了 我们就直接说 办公室练琴不好吗 今天我要去见妈妈 还要为了原谎去买花 不能陪你了 看来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谢谢你啊 走吧 咱们都要拆掉的 我拆拆拆拆 喂 喂姐姐 品真 你让我打听那个男人有结果了 他就是个渣男呀 有好几个女朋友 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片财片色的小人 怎么会这样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小姐结婚的 嗯 来吧 喂 姐姐啊 喂 喂 哈喽 有人吗 这个微电影是为了扩大会心的影响力 也是扳倒高慧的决下机会 可是 高慧是乡亲族的人 如果这样余知也会被牵累 我要眼睁睁看着余知掉入陷阱吗 我该告诉他吗 怎么了 心不在焉累了 我碰到件很棘手的事情 说说看 看我能不能给你解决 有人 想把祖母绿的戒指改掉 客人很喜欢那颗宝石 但是又不喜欢那个借托 可是 如果把祖母绿取下来 很有可能会因为 宝石材质的脆性 出现裂痕 可如果不取下来 客人以后就放着不想带了 如果你是客人 你会怎么学啊 如果是我的话 既然喜欢祖母绿 我就不会冒这个险 等到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时候 再去弄它了 当然了 我仅仅是我嘛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还要看客人怎么想 我应该提醒一下余智 可客人坚持要改 说前男友骗财骗色 不想要那个戒指了 可惜了 我觉得那个戒指挺好看的 你看 这次的产品的灵感呢 是由高贵小姐 根据一对情侣的亲身的恋爱故事 而创造出来的一款新的设计 那这款产品呢 它的 余智 这位是小余总 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总策划 真余智 是 支配一下 高贵小姐您知道吗 这次我的设计理念呢 主要是一对情侣 这次发布会必须交替 为什么 我已经调查过了 新疆的那些故事全都是讲的 它同时跟好多女友暧昧不清 根本没什么异果理 不可能 千真万卷 现在交替还来不及 不行啊 之前财力物理已经全投入去了 还有这个东西 而且前期的宣传也做了很多 如果现在停的话 等于让别人看瑞华笑话 那你弄虚作假不更是笑话 不管怎么样 这周期得唱完 回头这个渣男做的一切事情 我们再想办法再给你压下去 没有不脱缝的枪 再说你当那些记者是傻子吗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当断不断肯定会出麻烦的 然后希望宣传上 多给我们一些摆面 宣传一下 宣传一下 什么回事啊 记者都等着呢 宣传 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离时在跟进 网上都已经说成那样了 你调查不出来吗 那又怎么样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田柳那边反正都已经封口了 就算查出来 我们也是不知情地生在 再说了 所有人都知道 广告不等同于现实 不能认定就是欺骗 所以你早就知道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云一 你快走吧 我们必须完成这样发布会 ritis 词仙 针在设上 不得不发 这个事情不难听 走 你确定吗 走啊 不好意思 走啊 实在不好意思 各位久等了 小于总先生呢 他现在临时有点事 可能不方便跟大家来打招呼 等一会儿 会让他们跟大家见面的 怎么办 整个人营销计划 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加班加点 努力想出来的 可是到了庆功的时候 只有我们两个人 于智却不屑于参加 于智就是这样 他性格比较耿直 只要最终的结果是成功的 他就会站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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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眼里 我肯定是一个可以为了利益 莽固事实 欺骗别人的小人 他以为我想的这样吗 整个活动我们投入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 现场来了这么多记者 而这个时候告诉人家 我们这个事情是假的 那之前所有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慧心 他跟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呀 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崩溃 你做的一切努力 我都看在眼里 最后市场证明 你今天是对的 就说明你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且 你今天的决定 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我们共同的想法 所以就算现在 市场上有一些骂名 有一些质疑也好 没关系啊 有我在 谢谢您 学长 我是我难过的时候 还在我身边的都是你 我曾理解我的也只有你 我刚才准备 我来讲个人 我从中心里 在外面所提托的是 吃掉了 肻导致 走开 我刚才有一个人 不差 你做什么